你知道吗 槟榔已经被土耳其 澳大利亚等国家 列入了毒品行列 可我国仍有6000多万人 还在乐此不疲地嚼槟榔 中国为什么就是禁不掉槟榔呢 早在2003年 槟榔就被世卫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了 这是什么概念 这么说吧 P霜就是这个等级 槟榔坚硬的外壳 很容易在摩擦中损伤口腔粘膜 而槟榔中的生物碱能促进上皮细胞凋零 经常嚼槟榔会使牙齿变黑 松动甚至脱落 重则可能导致口腔纤维化 最终发展为口腔癌 种种危害摆在眼前 我国却依旧有6000多万的槟榔消费者 主要分布在湖南 云南 海南和台湾等地 其中光是湖南就占据了三分之一 素来有槟榔之乡的称呼 正因如此 湖南地区的口腔癌 幻病率比其他地区高出20倍 搅槟榔的种种危害摆在眼前 让槟榔被多个国家禁止销售 在土耳其 新加坡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家 均被认定为毒品 如果你带着槟榔去这些国家 可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从2021年9月开始 我国也禁止宣传槟榔 但槟榔爱好者似乎并未受影响 该嚼照样嚼 为什么中国人就是戒不掉槟榔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槟榔家烟 法力无边 槟榔配酒 永垂不朽 你可知道 在这充满趣味性的顺口溜背后 有多少人因为嚼槟榔而失去生命 2022年9月 就有一位歌手因长期嚼槟榔 不幸患口腔癌去世 脸上溃烂的伤口 看得人胆战心惊 多数人看后都表示不敢吃槟榔了 然而也有一部分人认为 吃槟榔患癌是个例 并用自己或者长辈 每天吃三包槟榔 还安然无恙来反驳槟榔的危害 槟榔到底有什么魔力 能让中国人这么欲罢不能 槟榔是一个评价两极分化的食物 不喜欢的人觉得槟榔又硬又有古怪味 吃一口就像被人锁喉一样难受 喜欢的人觉得槟榔能提身行脑 吃完身心都舒畅了 槟榔滤金不止的原因之一 就是吃槟榔会让人上瘾 就跟吸烟一样 想戒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槟榔中的生物碱 除了会对口腔造成损伤以外 还会刺激神经 促进多巴胺的分泌 使人产生兴奋和愉悦感 市面上的多数槟榔 都会添加薄荷 麻黄 肝草等成分 更加刺激大脑神经 让人上头又上瘾 有的人嚼得满口牙齿都掉光 依旧听不下来 还倔强地不肯承认槟榔的危害 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槟榔为什么禁不掉 仅仅是因为它有成癮性吗 有网友表示 毒品都能戒掉 槟榔怎么可能戒不掉 槟榔滤金不止的主要原因 是我国没有禁手槟榔 在大小超市都能买到 吃与不吃完全看自觉 再加上前几年 某些商家对槟榔的夸张宣传 给槟榔爱好者 找到了继续吃槟榔的理由 在禁止宣传槟榔之前 不少商家给槟榔打上促销化的标签 还有商家将枸杞与槟榔搭配 并声称能养生 这也导致槟榔消费者越来越年轻化 有数据显示 湖南的小学生种超过60%都吃过槟榔 有8%的小学生 甚至将槟榔当成零食使用 为什么不能全面禁手槟榔呢 因为槟榔已经形成产业链了 海南是槟榔的主要产地 每年靠种植槟榔 就能获得约300亿的产值 我国超过95%的槟榔都产自这里 而湖南是槟榔的主要加工地和销售地 2020年 全国槟榔的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700亿 进了槟榔就是次断财路 此外 海南有230万农民种植槟榔 截止到2016年末 年产量已经超过23万吨 农民仅靠采摘 一人每年就能赚5、6万块钱 槟榔加工产业 也给湖南省提供了超过200万个工作岗位 禁止调会让这些人失去工作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